青少年表演教室 耶 当然就希望大家在课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好玩这件事情 当轻松当作曲玩 表演就像游戏一样 不要想太多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青少年星光大道表演教室开课咯 实业室中邀请36名参加的青年学子 跟副市长邱佩玲与讲师们一起上台拍照留念 为这场剧场人才培育计划揭开序幕 很难 确实是一个很难的经验 因为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多明星老师 就很想要听他们分享他们自身的经验 还有想听他们可能从以前到现在 怎么一步一步走来到现在这样子 很多人知道 然后很多人佩服敬佩的一位很厉害的表演者 我来参加这个演习的动机呢 主要是我对于表演的热爱 以及对艺术的热爱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 创作一些艺术创作的热爱者 包括表演 那表演这方面呢 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是更多的快乐 我希望站在舞台上的我 是可以闪闪发光的去带领着众人 以及带领着底下的观众 然后去进行这个互动的方面 我希望给大家快乐 像是可能从小拍过一些广告 然后国高中也有一些节目 电视节目 然后舞台剧的一些小小的参与 然后对表演这方面就一直都蛮有兴趣的 现在的话就是也有接触一些唱歌跳舞的表演 所以就是但是戏剧这一块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故事共产人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想说可以先学一点基础的戏剧相关的表演的课程 然后开始真正接触一些比较专业的表演知识这样 基隆首度举办的这个青少年星光大道表演教室活动 由市府教育处主办 特别安排多位明星讲师 将透过六天十堂课 将青少年对于表演的自信挖掘出来 副市长邱佩玲跟讲师们特别鼓励学子 把握并享受这段学习过程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白 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基隆人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们想说是没有这样子的课程的 就是都要到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往台北的方向去 才会比较有这样子的机会跟课程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 就是基隆这一次呢 办了一个这样子的营队跟故事工厂一起合作 那我相信其实我们现在像做的事情比较像是一个播种 带他们认识表演艺术的美好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探索自己啊 认识感官啊 了解自己的身体啊身心的状态啊表达的方式 自己跟自己的相处自己跟他者跟团体的相处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未必大家上完这六天的课程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尊重表演艺术 喜欢表演艺术的人 这个是在我觉得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名字当然叫星光大道 但我们是一个星光大道的起点 不是说这是一个演员培训班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开始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表演的养成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或是演员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可能要经历什么样的磨练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开端 就是在这个之后也许我们在不见得马上就可以成为演员 但也许在艺术的鉴赏也许就可以是一个开始 那也许之后大家再看到表演 或者是在接触不管是也许学校的演讲的时候 你会更知道说哇原来也许一个一分钟的表演 他可能有这么多训练的过程这样 刚才他们讲得很好 从有梦是最美的 它是无限想象的空间 那我觉得每一个同学刚刚在台上看他们 每一个都很想努力的透过这次学习 有更加的表演 那我觉得人生如戏 人生其实在每一个阶段 我们扮演每个角色 每个角色如果演得好 其实不止内心 肢体的外在的动作 应该也是很重要 应该问问我们作边老师是不是这样子 是就是希望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 这其实有很多剧场的活动 他其实从游戏开始 那让他探索自己的感官啊 无感的开发 那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现在大家都手机式代码 然后或者抖音可能15秒时间就过掉了 可是在剧场活动当中 可能把时间慢下来去探索自己 然后也跟团队的合作去感觉到更多 我们没有发现的事情 所以补充 我觉得内心的探索跟团队的合作 其实是表演一项最重要的东西 透过这样东西 我们才可能产生更好的人际互动 相信基隆的小孩子 经过这一次的课程 我们会是全台湾最优秀的 扶植表演艺术 市府团队不遗余力 透过讲师传授表演课程技巧 培养青少年用充满自信的台风 流利口条来表达各类主题 参与学子也将在六天的课程后 进行成果展演 令各界期待 基隆是有爱程序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